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职务 叫做脉冲黄桃 我还说这东西长得跟番茄似的 其实不是 这是一个脉冲黄桃 它可以使区域内所有的设备失灵 应该是对战机甲僵尸的最好的选择 脉冲黄桃 好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第十一关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未来世界 OK 我们指挥僵尸大军吃光所有植物 你看我前两天还说 我们希望来种植僵尸来吃植物 你看这直接就来了一次 左边是植物 右边是僵尸 这什么意思 我们来种僵尸 我的天 好 来 开始种植僵尸 现在是一个普通僵尸 普通僵尸 哎呀 很惨 那咱们把他这个土豆雷给他烫了 好 烫了他之后还能得到阳光 接下来我们来一个路障僵尸 让路障僵尸去吞掉这个坚果 那我们就 我们要吃光所有的植物吗 还是吃一行就行了 再补一个 我们先来试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吃光所有的植物 这个小桃桃桃子军是干嘛的 他貌似会增加这个植物的防御能力 给他加血 是吧 那这啥时候吃的是个头 但是你看我的植物 还是在玩命的 在帮助他们 所以我以后应该带一个这个桃子 是吧 他能可以给植物加血 省得我们不停的在种 不停的被吃 好 啃掉了 就说明你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大 好 接下来我们来使用一个电磁盾僵尸 它可以发射出电磁屏蔽罩 然后我们后端的僵尸 也可以被这个屏蔽罩所保护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前去进攻僵尸了 哇塞 电磁盾僵尸的这个盾呢 马上要被打破了啊 指挥僵尸来打植物 这个玩法倒是很有意思 好 我们啃掉了一个 前方有一个路障僵尸 正在被这个屏蔽啊 这儿有个弹簧豆啊 弹簧豆呢 是一次性植物吗 看一下啊 不是啊 他把我们的这个僵尸给弹回去了 好 我们再次使用一个电磁盾僵尸 来两个普通僵尸来对付他们 又出现了阳光啊 接下来我们这儿使用一个路障僵尸 来咬这个小桃桃啊 再补一个普通僵尸 一起来来怼他啊 好 接下来又出现了阳光 我们再一个路障僵尸 再一个普通僵尸 一起来对付这个堂皇豆 必须给他给我吃了 最下面一行也开始啃了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电磁盾僵尸啊 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这个路障僵尸 再来一个电磁盾 看你怎么打我啊 基本就给你家全平堂完了啊 没问题 这叫策略啊 还有最后三个植物 最后两个 两个野生豌豆啊 野生豌豆可以同时吐出两个子弹 我们来赶紧使用电磁盾 来保护一下我们的僵尸们啊 好 最后一个 你看电磁盾正好保护到我们的僵尸 完美 给我啃它 好 全部搞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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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